其他的新闻焦点继续来关心到是 静香燃放鞭炮引炮了冲突 两派庆香团大乱动 云林北港武德宫举行静香活动 没想到在下午居然发生了暴力流血冲突 现场至少上百人手持铁棍扫走攻击 其中一方还开着进口轿车要冲进会场 遭到对方人马持着球棒砸车 甚至还有人趁乱偷开警车冲进人群当中 整个庙会活动现场输乱成一团 场面失控造成两个人受伤送医 这让原本祈福的活动全变了掉 身穿苦水蓝和黄色上衣的静香团 爆发激烈口角甚至随手拿起扫把 棍棒不断朝对方攻击 双方谁不让谁 云林北港武德宫 9号举行祈福静香活动 没想到下午就发生了流血冲突 上百人就在公庙前发生大乱斗 一辆白色进口轿车还意图冲入人群 最后惨遭对方人马很砸 初步了解分别来自彰化和美和嘉义的静香团 疑似其中一方在燃放鞭炮时 不小心烧到另一方神叫了不连 冲突一触即发 即便警方到场 但两派人马依旧火气很大 甚至有人趁乱偷开警车朝人群冲 总共出了大约有15名以上的警力 本人是正勘扎监视器 厘清相关涉案人员 依法就换 首先警方出动快打部队 才顺利将场面控制 整体冲突造成两人受伤送医 警方将通知相关人员到案说明 并依法严惩 如今热闹的激香活动 却衍生暴力冲突 恐怕也无法获得生命保佑 既过正义云报道 依法